蔣朱卿在7月開始提案 一共58個提案 最後是三個入圍 最後六個獲獎 這邊其實有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誰來決定誰可以獲獎 我們當然會希望這件事 能夠盡量獨立運作 所以我們最後有7位評選委員 來自各個不同的領域 為我們來做最後的定奪 那今天其中一位評審 他也有到現場 我們希望請他上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評選的心得 他是PTT的創站站長 也是台灣AIRLAB的創辦人杜宜錦 來我們歡迎杜宜錦 主持人好 我也很感謝有這個機會 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就像HackerSong一樣 我們PTT也是從一個最草根的想法 然後大家鄉民一起來做一個帳 那到現在其實也是22年 就是說以前有人說 你這種非隱匿的東西 應該不會亂超過五年 那PTT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這中間有無數的軟體的團體 比如說像無名小站他說 我不商業化我就會死了 但是你可以看我們其實 透過這種民間 透過我們這種自己大家熱血聚集在一起的力量 我們跑了22年 那我也很高興就是說 其實我離開台灣的這幾年 我在看到G00B從這個第一屆 從大家對這個社會有這種不同想法 就一起把技術 一起把資料把它整合起來 然後做一個想改變這個社會現狀的發表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難能可貴 我希望這個力量可以再繼續放大 就是放大到什麼程度呢 我其實可以舉一些簡單的例子 然後我是希望就是說 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千萬不要忽視你現在手上做的事情 千萬不要忽視你現在手上做的這個project 咦 為什麼沒有投出來 再播一次啊 那我可以講一下就是說 PTT就是我離開台灣之後 我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我是1995年成立台大PTT 然後96年我就成立方鼠騰的社群網站 所以98年方鼠騰變成一個公司的時候 我有參與 然後我是在2003年的時候 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那時候其實人類剛定義了一個 剛做了第一個基因地區 所以我就去那邊負責 那時候叫Bell-Informity 就是把基因地區的資料 開始放到資料庫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做基因 跟這個病之間的這個關係 那其實那時候都是很簡單 就是PTT其實只在實驗室架個站 那因為在PTT做駕了第一個站之後 我們就有這些網路的經驗 所以我們就去駕方鼠騰 結果方鼠騰到後來就變成全 中文第一個全文檢所的這個搜尋引擎 那你剛看到那個Open Fund 是在1995年那個年代 我們其實台灣是有一個 可以跟Google compete的這個 engine 就叫做Open Fund 那以目前來講 你可以看就是說 中國大陸在過去網路社群的那個發展 所有有關的BBS 都是我們那時候台大椰林風情 跟PTT Open Source傳過去的 到現在你可以看到現在 中國大陸騰訊這個 目前中國大陸市值最高的 5000億的軟體公司騰訊 他在98年那個時候 2000年跟台灣番薯騰 我們那時候是 跟他只是一個合作的小公司 就是說我們那時候 有了搜索引擎 他做了一個聊天的 Instant Messenger 那時候叫QQ 那時候還很小 那我們覺得 我們不想做自己的Instant Messenger 所以跟他合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你現在看到這個世界上 最偉大的科技公司 如果以年紀來講 我們這個番薯騰跟PTT 他都是在我們之後才成立的 而他們成立的過程 我們其實都看得一清二楚 都是從一個很小的想法 他很努力地去把它執行 把它完成之後 然後做到這個全世界最好 最後變成一個大的公司 那2006年的時候 我加入這個Microsoft Research 就是美國微卵的總部 那我們後來就開始做了這個 搜尋引擎的研究 大數據研究 之後我們就做了這個 人工智慧的研究 那這個就是2016年 我們Microsoft 他在全世界這個Build大會發表 一個人工智慧的戰略 那這個人工智慧的戰略 就包含三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覺得 這個user experience 都會變成conversational 就是直接的人機的交互 那第二個就是 所有的app都會變成bot 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所有的user experience 都infused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其實這件事情也蠻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這幾個人 其實Microsoft Cortana 大家覺得說 這個好大的一個團隊 其實我們也是 從八個人開始做起 從八個人 在一個大公司裡面 做了一個非主流的產品之後 我們把這個Windows的部門 把Beam的部門 說服起來 那到最後變成一個 全公司的戰略 那等到我們2016年 我們在宣布這個 人工智慧的戰略 你就會發現 後面不管是那個Facebook 他馬上就出了那個Messenger bot 那Google他也馬上就跟著 就說 他要把這個 Cloud first 變成這個AI first 所以人工智慧的戰略 在2017年 幾乎是所有高科技公司的主軸 就是這樣來的 那我可以很高興的 告訴大家 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些背後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我們台灣的這個 Engineer 台灣的軟體工程人員 都包含像我一樣的人 在美國的Google 在美國的Microsoft 在做這些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的這些軟體人員的這個 力量跟Innovation 是絕對是足夠的 那人工智慧我在定義 就是說有三個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Data Data的話 其實我很高興的就是 像我們在台灣 不是有這個GVD Media活動嗎 我希望這些 這個活動可以把它 把它組織得更強大 更有Muscle 那我們可以抓的就是 我們現在 所有攸關 人民生活的各種Data 我們都需要把它Open 因為唯有Open 你才有 可以有效率的去分析 有效率的去用能工智慧的方法 去做它的相關的演算法 那人工智慧三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第一個就是Data的Innovation 那DataInnovation 其實很多人講說說 我們台灣沒有Data 但實際上是錯誤的觀念 因為其實我們 以Microsoft來講的話 我們過去兩年的Data 是累積人類歷史以來 百分之九十的Data 那為了什麼 因為就是有手機的興起 在手機來講 我們全世界有二十個Billion的手機 二十億支手機 但是當我們預估到2020年 會有250億支Smart device 也就是說 未來的世界 其實它Data的累積是非常的Created 那未來世界會需要什麼Data 跟我們過去的Data 其實不見得有關係 我們過去是Search Engine的聲音影像文字 但在未來的世界 一定不會是只有聲音影像文字 而是像自動車駕駛的話 就跟聲音影像文字沒有關係 那以台灣來講 我覺得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有醫療的資料 那有智慧城市的資料 其實智慧城市的資料 其實台灣是非常數位化 那只是說我們沒有 很多資料都沒有開放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 透過我們這些公民的力量 我們努力讓這個 像在紐約市政府的話 他們有一些資料開放的那個計畫 也就是說大家都可以來看 這個城市的這個施政 是不是符合這個 符合我們這些資料探康這些邏輯 那以台灣來講 我們比如說像 我之前看到軍靈明之前有這個 氣象盒子的這個開發 那我覺得就是說台灣在硬體產業 也都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那我們也可以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那以這個全球 全球 如果說烏鎮 烏鎮辦的一個世界人工智慧大會來講 台灣也是 台灣的學校也是在這個 世界來講就是人工智慧是一個頂尖的學校 那比如說像我們隨便一個學校老師去參加全世界的 這個西洋棋比賽 結果就打敗了騰訊的隊伍 拿到世界第二名 那這些人工智慧的相關的 我們在台灣其實 我這很快的看一下就是 我們在人工智慧實驗室做了一些實驗 那我就不易做說明 那我回到來看就是說 我們回來看目前 目前大家看到的這個 比如說我們評審來看這些 目前這個G20Me的這些活動的東西 說實在我覺得大家的這個穿越都非常的好 想法都是非常好 那我是希望就是說大家的 Ambition可以再更大一點 那Muscle可以再更大一點 大家覺得這個我們社會還需要什麼問題 我們要去解決 努力的去想 那常常比如說像在上個星期 我去受邀參加 就是說台灣的這個精準醫療的這個研究 那我想說就是 其實台灣不是只有醫療產線需要精準醫療 台灣其實在各個面向 我們都要有這種精準醫療的精神 就是把過去傳統那一種決定的方式 變得有智慧的方式 那什麼叫有智慧的方式 就是你這些資料要更多公開 你有公開的資料 你才有辦法去做有意義的數據分析 那我今天秀這個slide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比如說前一陣子不是有大停電嗎 那大家就在講說 那台灣的用電大戶是哪些 那台電公司它就秀了一個用電大戶的統計 它就說什麼 新北市的什麼區域是第一名 什麼區域是第二名 其實以我的角度來講 像這種 這種資料統計就是偽科學 所謂的偽科學就是 它沒有真心想要解決問題的統計 這好像就是說我們覺得我們 我們學校的這個成績不好 我們找出好的成績 我們成績不好的學生 我就問這個每個老師說 我們找出成績不好的學生 我們一起來做個補習 還是怎麼加強可以讓成績更好 然後這些老師就講說 三年五班騎腳踏車上學的學生 成績都比較差 這種就是偽科學 它是透過一種很吊詭的統計 來告訴大家就是說 這個就把問題導向到另外一個方向 那我是希望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能夠透過這個G0B 像剛才有講就是說 我們這個五年的願望 我希望在這五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更多更好的這個 這個project 更多更強大的這個成果 我們可以透過大家公民的力量 我們一起把它發揚光大 然後改變我們台灣社會 所以台灣不是只有醫療會需要精準醫療 台灣我們這整個社會 我們都需要透過我們大家 公民科學的方法 來做個精準醫療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